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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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信这次还拿不下他 他成长得太快了 万一是什么呢 你们放心 他走不出这通天塔的 全国大考 现在开始 这就是地宗创造出的环境 果然逼真 这两道能量足以抵得上一个月的修为 这通天之塔 简直就是宝库啊 怎么办 我们逃了半天 灵力所生不多了 打不了拼呢 对 就算他是涅槃境界 我们四个阴阳境联手 也不一定会输 也不一定会输 你们是选择下跪自裁 还是要我动手 就算你是涅槃五重天 休想让我们下跪 有股情 那我就送你上路 离手 离手 还剩下最后一步 找到了 那么短的时间 我就从阴阳七重天升到了八重天 要是再待久一点 岂不是能直接突破到涅槃境界 涅槃境界 只要阻拦你流云进入下一关 那位贵人就许诺一瓶九品黄旗 那么好的事情 竟然让我西门绝遇到了 真是天出火眼 就怕你有命拿 没命花 狂吧 在我的幽暗古莲面前 别说你一个阴阳境界 就算是涅槃境的 不敢正眼迎接 冥魂不灵 那就让你尝尝幽灵石骨的滋味吧 冥魂不灵 那就让你尝尝幽灵石骨的滋味吧 别担心 您大哥会有办法的 刘云啊刘云 你我也算是老相识了 可惜那位贵人许诺了一件九品黄旗 那就只能 剑人头一诱 你一个阴阳境界和我涅槃境界对比 太不自量力了吧 不 大楚皇室的护身令牌 大胆狂徒 竟敢在我南明雪虎造成 我收拾人要杀的人 就算是死我也拦不住 放弃抵抗吧 你以为小小的剑体就能战胜了 可笑 是吗 给我破 你盘剑 中天剑法最终是 不妖降魔 不可能 没想到 这等危机时刻还能如此冷静 不仅赢得了第一关的胜利 还能拦住杀手的偷袭 此子 不凡 云大哥好厉害 竟然以阴阳境 击败了涅槃境界 我都说了 我们无需担心云大哥的安危 他中了书世人的万年腐蚀毒 竟然都没死 要不是有紫薇武皇祖兰 他早就死了一百次 下一回 他可就没那么好运了 云大哥 你没事吧 没事 你上次托我打听平民窟是否有天资卓越之辈 都在这儿了 干得不错 别总是忙着修炼 白天你赢了第一场的考核 不得好好庆祝一下 敌人可不会留给你时间成长 想不到这毒竟然如此凶猛 连丹药也只能暂时阻止毒素扩散 这气息竟然能解我的毒 谢谢母亲 孩子 你怎么了 我就是心情发作了 那怎么办 孩子 谁能来救救我的孩子 我来吧 多谢医师有救了 我的孩子有救了 多谢医师的大恩大德 不知道您叫什么名字 不用担心 孩子没什么大问题 那不知道您怎么收费啊 每日的第一位病人 不收费 我一看这位医师 就知道是人们心善的大好人 是啊 在这个乱世 人人都是泥菩萨过疆 自身难保 医师竟然还愿意免费给我们治病 简直就是活菩萨啊 我们这些小老百姓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没什么值钱的东西 这些吃的 就当报答您的 不 不必了 不必了 绿童花 你是在兴安若 你这个在兴 没把你打死 已经是老天仁慈了 现在还敢抛头露面 还想害孩子 我只是想治病 你这种灾性 怎么可能那么好些 我看你就是假装治病来害人 是 滚 开口都滚 它是燥热引起的晕厥 终于饮食清淡 明日变好了 你个灾性 孩子这里装好人 别忘了 你是怎么害死你的村子 没有王奶奶 救了你 还养了你十年 就能被你害死了 你不要拦我 我说的句句属实 我就是你的耐性 奶奶 你在哪儿 你回来 不要吓奶奶 不要吓奶奶 奶奶 奶奶 奶奶的胸口好痛 奶奶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控制不了身体 你为什么要杀我 你为什么要杀我 王奶奶一把年纪了 还尺导贪黑 帮人席臂部 就为了多点钱 来养护你 你看看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别踩死了那么多人 我死是个祸害 你一死先罪 为什么要欺负我 为什么要让我激起过去 走 你干什么事啊 放手 住手 欺负我的人都得死 你给我站住 再过来我就伤了你 医者人心 我知道你不会下手 你不要过来 我会死的 这样才能治病 谁要你治 你快走啊 我一个灾星 不需要你的同情可怜 为众人报心者 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 青年之力 连腐蚀毒都能吞噬 转化为生机 你快走啊 我不想再杀人了 灾星 都是你害的 快给我滚 你根本没有资格活着 因此陷队吧 来了 我的胸口好痛 你为什么要杀我 为什么 对不起 对不起 都是我害死了奶奶 害死了你 受住本心 是我的错 好机会 万物有人 没想到我的武力 竟然连暴动的灵力也干死 怎么可能 你碰了我竟然没事 我的武林能安抚万物 自然无事 太好了 终于不用盘石头了 我还是更喜欢你安静的样子 你就让我多捏几下嘛 说回正题 你拥有极品的炼丹天赋 可愿意跟着我学习吗 反正我现在无家可归 那就跟着你好了 有我在 你不必担心在时空商人 距离大考第二场还有三天 收拾人也藏在暗处 倒是可以去妖宗那边看看 有没有提升实力的积极 对 云大哥 别忙着修炼了 你先来吃饭吧 好 云大哥交代了 第二场比赛开始前 不要打扰他 兰若 听说碰了你就会死 真的假的 不好意思 我妹妹有事分寸了 对不起 没什么 这些年 我都习惯了 刚好 我有事要出门一趟 兰若 别急着走 我们先一起吃点东西吧 你不怕我 你大哥既然能带你来 那就不会有事的 老大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急着 去对付森然帝尊 明明其他蟒蛇族 没有帝尊作证 可以一步步蚕食来提升实力 秦贼先秦王 再说 我们没有太多时间了 那我们什么时候上啊 不急 等飞天那边的消息 那森然帝尊 虽然是近几年突破 但那条癩皮蛇 才是五皇境界 可能来不及求饶 就被一尾巴拍死了 没事 飞天的战力是不高 不过求饶拖延的本事 还是过人的 隋岸老怪 别躲在里面不出声 我知道你在家 好 好 不给你爷爷我飞天王的面子 那就拆了你的家 吵死了 还愿不让人睡觉了 我不需找你麻烦 你反倒主动跑来找死 怎么 又痒了吗 成了帝尊 还是这么喜欢说大话 以前也不知道是谁 输了就回家喊人 你放屁 今天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帝尊之下 皆为蝼蚁 有本事来打我呀 你 拆 十骨之花 要是以前 才会忌惮几个人 现在 我打得你跪地求饶 你绝不犯凶 牛皮吹得震天架 还不想和以前一样 只能在我后面吃屁 我看你以后还敢不跟说 真奇 空间灵石 实力强有屁啊 你这脑子不好 没法治 动手 竟然联合外族欺负我 就是欺负你 快来 再不出手 我们几个小命拿走了 啊 不好 是太阳热火 你们以为没有冰水珠 也能击败本尊吗 妄想 不好 快大狼救命 好 用剑之力 認我为主 我可以饶你不死 妄想 我可不是飞天王那种囊种 我森然决不成福 现在呢 要不是飞天王这混蛋 骗我离开那个树灵塔 你们休想欺负我 你能不能好好说话 怎么搞得我好像欺负梁家少女呀 为什么 你们要联合起来欺负我 还有飞天王你这个王八蛋 我那么信任你 你竟然联合他们来杀我 你 不不不 你竟然是母的 我平时这个样子 还怎么服众 你不是一直很坚强的吗 今天怎么还哭了 以前你总是喜欢找我天生肉博 我以为你是喜欢我 所以我每次都假装输 没想到你竟然找这么多人来欺负我 甚至还想杀了我 大王 要不咱们就算了吧 不行 一来我要统一聚猛族 二来 我要用他的避水珠 换你体内的万毒丹 别别别 万毒丹我就免费给老大了 你是说要杀我的不是你 我没事干嘛杀你啊 我们俩打了两千多年了 也算是打出了交情 你不想杀我 那一定就是喜欢我 但你挡了老大的路 能不能活下来 还得看老大的心情呢 这个简单 既然我看上的男人都臣服你了 那我也嘴他好了 我森燃王 愿人靠沙王为主 若有半思为虞 愿受万魔是心 这样也凶 好 那接下来 就由你森燃王带着飞天王几个 将剩下的巨蟒族收服吧 是 主人 老大放心 我会好好监督她的 你刚才下手那么重 给我道歉 对不起 我错了 下次再也不敢了 好吧 那我就原谅你了 有了这万毒丹 再凑起雷和风 你就能让万象徐宫法身圆满无缺 实际突破到帝尊之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